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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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Cupcom在1996年把它移植到了PS和土星上 还增加了额外的大招 通过密技调出之后 就能实现很华丽的官方加强版招数了 现在还能找到ROOM的同学 不妨试试 用法和普通张飞的麻花大作一模一样 滑一圈按拳就行了 说起来这个麻花大作 在当时也算是比较高端的技巧了 你是不是觉得画面有点眼熟 没错 没错 和街霸2中桑基尔夫的螺旋打招一模一样 吞石天地儿很多角色的技能都借鉴了前一年出版的街霸2 赵云的升龙剑和升龙拳如出一辙 魏妍的绝招参考了古猎的脚刀 夏侯敦的喷火 曲楚和燕鸣的大滚也能找到淘宝通款 很多年轻一些的朋友说了 我们小时候在街机房玩过你这游戏啊 可是不叫这名 而是叫这个 还有这个 这个嘛 并不奇怪 你可能是盗版软件的受害者 三剑圣和圣剑都是吞石天地儿的民间hack版 在国内普及度很高 与原版不同的是 游戏中的箱子 同里的夹写道具 基本上都被换成了隐藏道具圣剑 以及草剑 三剑圣使用武器的时候 还有剑齐光波 可以直接用开始剑坏人 比原版多了一个操作剑用来放火 圣剑玩家放不了火 武器没有剑齐光波 不管怎么改 这俩流行的hack版 有个共同特征 就是杂兵也加强了 吊血七块 因此保武器就成了一种常见的作战思路 前面说的两个版本 可以说是最常见的hack版了 而吞噬天地儿还有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hack 有可能是被hack次数最多的阶级游戏 比如可以发播的火凤凰版 可以发一排慢波的降龙版 可以选择夏侯敦和吕布的三国英雄传版 还有什么神剑剑气版 剑齐纵横版 神兵力气版 草剑剑版 草剑马版 玉剑术版 地狱版 烧猪版 等等等等 琳琅满目 给个总结就是杀起来很爽 死的也很快 吞噬天地儿还有一点在当时的阶级界很前卫 就是搞了三个阶级出来 游戏玩到最后面对狂操时 会有一个杀和不杀的选项 这时候结局走向了三个分支 选不杀则进入到true ending 曹操跑掉三国鼎立 选杀 没在现实成功击杀 会出现跑掉的曹操愤怒反攻干掉孙刘 刘备阵营全军覆没的bad ending 选杀并成功击杀曹操 则会出现为国大弱 刘备统一强国的happy ending 每个角色都会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二爷去教书与人了 三爷去胡识海塞了 赵云很勤奋磨练武艺 黄老爷子则是跑温泉 至于胃炎嘛 嗯 这是在擦头生发 孙权和跨掉的曹操也会在片尾乱入 一本正经的卖谋 曹操说 真的好气呀 再让我出来表现表现吧 要是能有三代就好了呀 孙权也跟着说 是也是 我也有多表现表现 要是有三代就好了呀 做梦去吧 没有剧作了 您二位还是洗洗睡吧